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台湾民意这个节目 走会来探偷真真真正的台湾民意 今天我要延述第一集 立国改造両方关系和总统成功的讨论 并请集中来讨论両方关系方面最新的问题 今年二月八日中国国台湾宣布 一个重要的问题 以为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总统三十一项号称会台三十一项措施 这个消息传出来时 我们的副政府 副也好 姻也好 很快打开 即兴看博会研商研究 三月十六 行政医副议长来交开记者会 来把外界判明副政府的因应措施 行政医认为中共三十一项对待措施的目的 是为了为台湾引进技术资本和人材 去协助中国解决他们自己的经济法电所作用的问题 不是会台 不是主要对台湾好 行政医针对这个又推出四大方向八大强台策略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专计文宣的口号 不过看起来是由备而来 这是两阪冠峰新一会合的攻防 中国主动发起柔性攻势 台湾鼻冬来防疫 这好像已经成为过去这一两年来 两阪冠峰的互动模式 中国主动台湾鼻冬 台湾社会感受到底如何 我们来探讨看看 其实中国会台三十一项措施 是符合他长期以来一贯的对台两手策略 但是到底可以发挥多大的统战效应 值得观察 所以我们在三月的全国性民调里面 我们这样子问 就是说中国国台办最近推出会台三十一项措施 有人说那是中共统战花招 对台湾没有实质好处 也有人说那是中共善意行为 有助两岸关系改善 请问您的感觉是什么 那么结果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这一个图觉得这只是一个中共的统战花招 对台湾没有实质好处的有41.9% 认为这是中共善意的行为 有助两岸关系的改善有30.1% 那么不知道没意见的28% 那么整体来讲觉得这是中共统战花招的人 这个比觉得这是中共善意行为的人多了将近12个百分点 这到底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 那么三成到底是多还是少 其实如果以过去的经验来看 在台湾很难得有三成的人 对于中共推出的措施会觉得是一种善意的行为 所以三成并不是一个很少的一个数字 那么还有三成的人乐意见到 中共的会台31项措施 绝对不可掉以轻轻 这是一个新的现象 是一个新的问题 那么到底这三成的人是谁 为什么会有这个三成的人 他们到底具有什么样一个特质 我做了一些深入的分析 来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么主要我们会关心 不同年龄层的人对于这样的一个 不管是统战花招也好 或者是善意行为也好 究竟感受如何 我们看到这一个交叉分析表 那么整体来讲 我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个现象 就是说在认为31项所谓的会台措施 是中共统战花招的 部分年龄大概都有四成以上的人 那么彼此差异其实并不是很大 从为四成到四成七 那么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这里 在认为这是中共善意行为的部分的时候 在20到24岁的人里面 竟然有高达39.5%的人 认为这是一个中共的善意行为 有助两岸关系改善 那么25到34岁的人有33.9% 那么35到44岁的人有38.7% 所以44岁以下的人 对于中共的这一个新的一个公式来讲 那么持着一个比较正面的看法 有高达三成四到四成 这个是一个相当值得重视的一个现象 那么只有在65岁以上的人当中 大家看到不到两成的人认为 那个是中共的善意行为 那么第二个我们来看看教育程度方面 教育程度 业高的人似乎对所谓的会台31项措施 有较正面的解读 我们看到这一个图 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么在这里 在大学以上的程度 或者是专科以上程度的人 都有差不多三成八左右的人 觉得会台31项措施 那是中共善意的行为 有助于两岸关系的改善 那么这个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第三个 在不同的社会阶层方面 我们的相关的研究也发现 中等阶层跟中上阶层 似乎对所谓的会台31项措施 有比较正面解读 例如中上阶层的人里面 有四成二认为 那是中共统战花招 但是有三成八的人认为 那是中共善意行为 相对之下 中下阶层有四成二认为 那是中共统战花招 但只有三成认为 那是中共善意的行为 所以整体来讲 当台湾社会中 有可观的年轻人 或高教育程度者 或者中产以上阶级的人 对中国这项新对台措施 有正面反应的时候 这表示中共这次的统战攻势 某个程度而言是成功的 蔡政府接下来将如何接招拆招 以及它的后续成效如何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的重点 伟团由中国这次会台31项措施 会引起台湾社会 相当大的欢迎 我觉得有三方面 大家去观察 第一 这是不是一种大国崛起的效应 已经在发生 所谓大国崛起效应 意思是说 中国这个时候 已经是世界经典 跟经济的大国了 这种的随着中国崛起 也慢慢改变了浪化的形勢 台湾现在有越来越多人看起来 因为中国崛起 中国越来越重大 台湾对中国申请好感 甚至因为这样 对台湾渐渐升起信心 这是不是一种台湾信心危机的点点 这是第一点 第二 台湾经济等级 迟滞发展 有发展 但是发展 十万 那么 这个GDP提升 也都十多 最近 也没有到百分之三 所以 薪水阶 又 欠这个好的工作机会 变成一个 很难解决的问题 国民都也好 民进都也好 在面对这个问题上 看起来 这个政府的效应 都没很好 所以 年轻人 他牵扇 或是说他向往 高兴 跟好的工作机会 这 比中国 动作说这是台湾的欲点 是一个可以打击的欲点 是不是这样 这也大家注意 第三 台湾 其实你全世界 200多的国家 如果比较起来 论经济 论军事 论国家的力量 都 排在世界20名左右 台湾 是一个很共同的 中性的民主国家 不是一个不堪一致的 一个很弱的 一个秀国家 但是伟专业 近几年来 台湾人 似乎 慢慢失去组成 这是政府动作 最需要 方向 输口 减土的所在 这段 先说到这里 后这段 真快就回来了 台湾海夹 这一两年来 开始风吻变成 除了中央 解放军 动作很多 辽宁舰 航空母舰 中共军机 多次 扰台 绕台 企图中 军机在台湾 舍来舍去 这种动作 常态化 以外 M503民航飞行线路 他片面 划设 这也是都 真对创影文政府来的 其实创影文政府 也很肯定在 这次过年的期间 做出一些反制措施 所以 两个关系 现在出现新的 金镇和对立 这一次 这个会台 31项措施 推出来 这个公势 可以说绵绵不断 创影文政府 怎么回应 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在台湾 总统 绵法政策的 表现好 人民的观感 是决定 总统在国内 三万关系 一个最重要的 因素之一 创影文总统的 绵法表现好 也一直是 台湾民主基金 会登记 在观察的 一个重点 那么 我们三个 全国性的 这个调查里面 因为 最近 両方政策 又出现 新的 行政策 所以我们 再一次 针对 副总统 处理 両方 关系 表现 进行调查 我们希望可以了解 台湾民众 这方面 最新的 民意 到底是 如何 所以 我们 同样 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 政策来说 你万一 还是无万一 创影文总统 从任以来 在处理 両方 官方 方面的表现 结果发现 如我们这个 度数 显示出来 万一的 百分之32.6 无万一 百分之57.3 无意见 百分之4.2 无万一的 比万一的 官出 差不多25的百分点 25个百分点 这是一个 相当怕人的 一个落差 一个差距 西部的数字 是这样子 非常万一 创影文总统 这个 両方表现 百分之4.1 还算万一的 2.8.5 无意见 4.2 无声万一 百分之31 非常无万一 百分之26.3 数字 会说法 看起来 民意 真的对 创影文总统 在处理 两创关系 好像有 很多部分 加意见 那么 我们用一个 长期趋势图 来 来看 台湾人 台湾人 对 创影文总统 以 这个 両方表现的一个感受是如何 这是由理工一两年八月开始做的 已经 到理工一半年三月 这已经多了十次了 全国性的调查 与理工一两年八月 可以很客观呈现出来 台湾人的心情 那么 我们可以分几点来说 理工一两年八月 创影文八月这件事情时时时时时有五成一的人 广和创影文总统 轻定他的两划表现 不轻定的三十九点 一致我四成 第二 为理工一六年的 11个 我们看得出来 不万创影文两划表现的人 已经超过万一的人 四十七点八对四十一点二 最差已经有六点六的差距了 理工一六十二的 不万一四十八点二 不万一四十四点五 理工一七年 不万一四十七点五 不万一的四十一点八 理工一七年 四十七点四十一人 不万一四十三点一的人 不万一 所以大家看 为理工一六年 十一的经济就开始变化 不万 或是说四万的人 愈来愈多 都比差不多 万一的人 多四至七的百分点 如果到理工一七年五月的时候 刚刚这城一千年的时候 不万的人飙到百分之五十六 五千六的 人不万一 万一的百分之三十八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差距 十八的百分点 那么到六年时 那么近一步 这个差距还更拉大 那么拉大到二十三点六个百分点 这是差距越来越大 到理工一七年十月时 我们法定说不满的已经往下降 但是万一的稍微有缺 但是没多 主要可能是受到外国改造的影响 那么连带对卓英文总统的不万有稍微的感觉 离工一半年一月的时候 这个不万的再一处 扭冠到五十九点六 那么万一的三十点八 离工一半年一月 那是台湾人对卓英文总统 扭冠法表现不万的最高的时刻 将军六成 那么所以当时不万一的人比万一的差 将军要三十的百分点 这是一个最严厉的 最严峻的考验 那么离工一半年三个 这个不万的57.3 现在万一的三十二点六 虽然不满的列为下降一点点 满意的上升一点点 我们的经济来看 这个整个台湾社会 对卓英文总统的这种状态表现 还是有很大多数的人都没万一就对了 那么这个问题 我们不能说这不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警讯 各位如果我们正客观来看台这个情形 由2012年11月至近 2013月 这么多的时间里面 对两法官的这么重大议题 多数的人或是超过半数的人对卓英文政府的严法表现不断的时候 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 事实上这个很可以说强大的全国性的这种民意的红色警戒灯号 其实如果要论真说起来已经是有十六个月了 十六个月这是一个相当大的 去重视的一个现象 当然我们要去做进一步的沉测的分析 我下面要提供规定 相当重要的资讯给大家做参考 第一个在年龄层方面 除了六十五个月以上的人以外看起来 其他所有的以五个月或十个月分类的群组 都出现一面党的 不允许法总统严法表现的现象 第二在省级族群方面 省级族群方面 无分后路客人外省人或我们自民 都有明显过伴手 甚至广到六十七的这种无关于的比例 第三在教育程度方面 除了修学与修学教育程度之外 古中古节以上的教育程度的人 都有明显超过伴手的人 不伴副总统的严法表现 台下和医生这些教育程度的人 准备出现接近七成的人是不允许的 那么国中囚中也是同样 没有允许的比允许的 差不多多四的八分点 这是由教育程度这个角度去看问题 在通许欣证方面 我们发现 独牌的选民里面有五成九的人不允许 卓总统的严法表现 但是有四成一不允许 这要特別注意 四成一的独牌 选民独牌民众不允许 通牌选民里面 一成五的人 万一八成一的人不允许 现中牌的选民里面 两成四万一七成五万一 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状况 这是蔡英文总统的严法表现 受到社会大众相当大的部分和条件 我只要做一个结论 就是蔡英文总统主义就任以来 他处理严法关系的基本完结 就是不要延述 马政府这个 丘利共识的劳劳 他主張在中华民国 有现正体制和法治下 要维持台湾民主和台海和平的现状 除了这一外 蔡英文总统也特别强调 他的新四部主义 就是他承诺不变 善意不变 不在压力下屈服 不走回对抗的老路 蔡英文总统已经在那两年了 但台湾最新的民意现实 最大多数人对他的严法表现时不断到失望 通牌也有 独牌也有 现状派也有 这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他的严法基本政策有问题吗 还是他的致行民有问题 民对中国 他是不是比较保守 或是太乱务 或是做事情比较白色 这段两周年已经要到了 应该是全民定心评固减好 严法基本政策到成绩栏的时候 今天先说到这里 下星期更多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